所以大概像這個樣子 那來的人非常非常的多 就是這個 一千田的錶蛋啊 一百人 已經就早早的全部填滿了 這個地方 這個是我的演出 所以這個地方啊 他好像一年會辦四次吧 四次的活動 在當地蠻受這一群藝術家朋友的歡迎 受歡迎 就是人氣很高啦 那如果 大家如果點到這個 阿達根的IG的話 可以看到更多的照片 他在昨天 今天早上剛上傳的一些 一些照片 你可以看一下 這個場地蠻酷的 他是以前的這個 精神病院 那現在剛好在賀星記這邊是櫻花祭 所以這個週末也是有一些櫻花祭的活動 蠻妙的 跑到 在日本都沒什麼看到 跑來賀星記看櫻花 對 然後 這個活動還有李宇齊 他應該有拍到 我就有 這個是現場 這個是大廳 然後 後面這裡是像休息室的地方 我們大部分都會在後面那一間房間 然後演出的房間在左後方 對 因為房間很多 所以 人幾乎就 就一百人就這樣塞滿滿 然後大家會有時候出去買飲料啊什麼 這裡沒有賣喝的 沒有賣吃的喝的 所以會跑出去買飲料 然後旁邊就是個湖 非常 適合就是在那邊曬太陽休息這樣子 這樣子的一個場地 好 那在第一天的演出啊 我們有 他有放一些照片 然後第一天的演出是 這其實是不能放的 對啊 好 有一些場地的照片 至少場地的照片可以給大家看到 這樣子 那 呃 對 這一個週末 大家可能知道 就是 呃 有極光喔 蠻特別的 就是 大家都說 在核心記住了 幾十年沒有看過 所以聽說這次連 呃 美國連被海盜都看得到極光 呃 剛好幾天來 發生的時候都是 呃 我在演出的時候 所以我都沒有看到 對 所以 是蠻難得的啦 對啊 嗯 不過想說未來可能還會去 去冰島自己去看 所以就算 好 所以這個是 這次這個週末在 呃 賀心記的 呃 演出的報告 應該 在跟當地的人都 做的蠻好的的 所以可能 有在計劃 因為每年五月都會回來柏林嘛 所以 大概五月前後 就會去一趟 各星期一 看來 四五天這樣子 好 那 昨天晚上 今天今天要移動到柏林 昨天晚上我們在 呃 Airbnb看海鴻食堂 因為今天等一下 中午要去海鴻食堂 對 作為 核心集 今年的最後一站 所以 這個是 這次的報告 我們 接下來我就要來介紹 呃 這兩天用的 系統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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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